所有的中国的时尚就是流行的音乐的需求 全都是音乐的时尚 没有内心需求的 你看他们的力量也是假的 从美国那儿学的 发型也是学的 海染 完了一系列的造型全是学 学日本 学韩国 韩国又是学美国 全是学复制品的素质 就感觉他们不是摇滚 内心里面怎么看 外表上他们说的摇滚 那内心里面还是不是摇滚 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没有需求 没有对力量的需求 为什么要有力量 力量是要侦破枷锁的 他们没感觉到枷锁 或者他们定的枷锁就躲 甚至他们想利用的枷锁 想把这个枷锁化为时尚 去获取更大的利益 其他方面的利益 这一种音乐形态